再來這家也是甘心 台南一個鄉親 欠兩個月錢 準備買到大白町買家電 那這裡不小心 這機車騎到半路 錢算打開樓下 一台中間五萬塊的現金 是算到整個樓下 過樓的民眾看到 今外國到處也隨便來報警 沒有多久這個鄉親 到派出所去人而已 發現他的錢 一家人都不減 很極端喔 一直睡著 有時候外面來看兩三民眾 在樓臨在扣錢 出來有車見過 有些婚人人也路車到三天 過人扣的 都是一千塊的 電票 流暢把這個錢 送到哈克的拍出售 原來這筆錢是一位 騎機車的先生 他收落的 警方對外面 有扣到他的車敗 找到四柱林聖信 他說這筆錢呢 已經騎兩五月了 總共四萬九千錢 準備要買新的家庭 想到騎車經過台南 台十九山 安定海料理 落單的時候 一百萬下去 這千塊的抓票四個杯 才能賺到好心的民眾 剛好今天這位 本身生的騎車經過 發現馬上停車 雖然幾位民眾也加入 讓四柱林聖信 感動的是 他落四萬九千七雷 今年一頂都沒有減少 全部都高到派出所 讓他是非常感動 感謝這幾位 這心的民眾 這個時間 也讓我們看到 人生的公平民